金管局在继续维持银行体系稳定 以及按揭贷款风险可控的前提下 认为有空间可以对逆周期宏审审、监管措施 做一些修订 而其中主要的修订包括以下三项 第一项是调整自用住宅物业的最高按揭乘数 经过修订之后价值1500万港元或以下的住宅物业 最高可以成造到七成按揭 而价值1500万港元以上到3000万港元的住宅物业 最高按揭乘数会上调到六成 而价值3000万港元以上的住宅物业 他们的最高按揭乘数是维持不变 就是五成 至于非自用住宅物业的按揭乘数 那个上限是维持不变 都是五成的 第二项的修订就是调整非住宅物业 包括写字楼、工厂大厦和商铺 他们的最高按揭乘数是会由现在的五成提升到六成的 第三项的修订就是放宽以资产水平 去做审批基础的物业按揭贷款 他们的最高按揭乘数 无论是住宅或是非住宅的物业 都会由现在的四成提升到五成 所以这些修订将会是即日生效 即是说是适用于今天或以后 签订临时买卖合约的物业交易 等会间来的 加密质量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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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密质量